大家好 我是團長賴清德 先跟大家問好 此次本訪問團奉派出訪 太平洋友邦帛琉共和國 是我國在10月13號邊境解封之後 第一次的正式外交訪問 我非常感謝 台新醫院 新光醫院醫療團隊 還有老爺集團明清波董事長 以及全國還有各縣市公會 觀光旅遊公會的李市長 以及台灣非常有代表性的旅行社 還有水產養殖業者 以及台灣國際棒球行銷協會 黃理事長 還有陳金鋒 胡金龍兩位交付玉曉的球星 以及新聞界 各位好朋友大家共襄盛舉 我非常希望能夠經由大家的協助 能夠順利完成蔡英文總統所交付的使命 也就是臨結觀光和合作 我是團長 機上每一位朋友 都是國家代表團的議員 我們大家分工合作 為國家拼外交 能夠完成種種使命的工作 那今天有棒球的球星 在我們的機上 我們也換一個棒球的場景來描述 我們不僅僅是國家 訪問團 也是國家代表隊 我是團長 也是國家代表隊的隊長 你們大家都是國家訪問團的議員 也是國家代表隊的成員 我們希望能夠為台灣打一場好球 為台灣加分 當然工作要做 使命要完成 來到上帝的 水族鄉 支撐的柏柳共和國 我們也千萬不要忘了我們的旅遊 我們要一起享受一下柏柳共和國美麗的風光 那我也想到了梁靜茹的一首歌 歌詞的寫法是說 不想過冬 厭惡沉重 就飛去熱帶島嶼游泳 這個地方 飛柏柳莫屬 今天我們有這樣的機遇 來到柏柳 千萬不要錯過難得的機會 最後祝福我們的訪問成功 大家也都能夠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